江洪杰24日不满浮原爱突然带走其中一位家人后 随即失联在IG暴怒开骂 不懂这是什么善意的交接 不料浮原爱的中国闺蜜唐元元却跳出来帮浮原爱发声 悠恐江洪杰赶尽杀绝 更表示浮原爱已经回到日本 让外界相当错愕 虽然家务事再度成为焦点 但江洪杰25日仍照常出席活动 为李九折的演唱会站台 他全程强颜欢笑 尽量常住对失联家人的担心 让人格外心疼 而结束后他也迅速通过后门离场 不接受访问 仅透过经纪公司表示 目前交由律师处理 谢谢大家关心 此外公司也说 小杰已经联系上女方 但没有通到电话 仅用讯息联络 至于是否知情浮原爱要带家人回日本 经纪公司则表示 小杰本来就认为 浮原爱带家人回日本是可以的 本来也就是女方的权利 他生气的点是在交接后 他却搞失联这招 也不能确定 他们是否真的已经回到日本 希望能直接透过电话 或是讯来联络 才能安心